如烟承诺全文已完结 各位王子公主请放心享用 证文开始 我的未婚妻本应在上海出差 却因疫情被隔离在三亚的一家酒店 与她一起被隔离的 还有她的前男友 而作为准新郎的我 是在我们婚礼的前一天才得知这个消息 二十多天后 她出现在我面前 告诉我婚礼可以重新择日举行 我笑了笑 晃了晃手上的婚戒 不好意思柳小姐 我已经结婚了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布置婚礼现场 屋外一片热闹 兄弟张翔和表弟林强在争论气球 该怎么绑才好看 我笑着按下面提 柳胜问道 你从上海回来了 一个星期前 柳如烟告诉我 她要去上海谈一个拖了很久的合作案 上海疫情封城时 她因为这个案子一直很流行 现在解封了 我自然不会拦着她 临走前 她保证三天内肯定会回来 刚好赶上一起过七夕 结果三天拖到了五天 五天又拖到了现在 柳如烟沉默了一会儿 软着嗓子跟我道歉 牧泽 不好意思 我短时间内可能回不去了 要不我们把婚期延后 亲戚那边我让爸妈去解决 等我回去我们重新办一个更盛大的 好不好嘛 她的撒娇一向让我无法拒绝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用不用 听我这么说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急切和慌乱 不待我问清楚 变化那头传来一道清朗的男生 解开了我的疑惑 如烟 我们要在三亚隔离多久了 还好让你来陪我过七夕 要不 下一秒 电话被挂断了 我站在原地 感觉像被人狠狠打了一下 久久无法回神 门外 张翔和林强还在争吵 旁边 高架请来的花艺师抱着一盆修剪精美的盆栽走过来 问我 陈先生 我觉得这盆花放在这里比较好看 您觉得呢 陈先生 陈先生 您有在听吗 他连续叫了几声 我才回过神来 我揉了揉太阳雪 歉意地对他笑了笑 不好意思 等我一下可以吗 我打个电话 刚才电话里的那个男人声音有点耳术 但时间太久了 我需要确认一下 电话很快接通了 赵白鑫那头 还是一贯的吊铃铛 毫无拘束 准新郎咋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我直奔主题 问你个事 你之前在哪里遇到的姑娘 上海啊 怎么突然问起她来了 我微微弯下身子 胸口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举 很疼 原来 他之前的魂不守舍不是因为合作案 而是担心他前男友 我抽出一根烟 点了好几次 却始终点不着 最后烦躁地扔到地上 用脚尖一点点碾碎 赵白鑫 我记得你家这几年逼婚逼地听警了 电话那头传来东西衰落的声音 接着是一阵手忙脚乱 靠 赵白鑫骂了句脏话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话说有屁房 和我结婚 手机上方显示柳如烟几分钟前 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内容很简短 等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临近婚期 她陪着前男友去三亚国七夕 还想让我等她回来 不知道她是把我当成没脑子的大院主 还是没下线的舔狗 这两者 我都不想当 赵白鑫沉默了一会儿 难得认真起来 是不是柳如烟去找姑娘了 从小 她就是我们三人中最聪明的一个 听到我因事后 她叹了口气 声音软下来劝我 牧泽 不管怎样 婚姻不是二戏 城东的那块地皮 还有你这段时间一直没啃下来的那个合同 我也可以帮你搞定 我们可以签署婚前协议 婚后我不会干涉你 你可以当成一次合作 还能抵挡家里人的催婚 你考虑一下 接下来 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几分钟后 我听到她说 好 我和柳如烟还有赵白鑫 是一个军区大院长起来的青梅竹马 不过她俩从小就看彼此不顺眼 柳如烟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温文尔雅 端庄大方 一看就是名媛千金 至于赵白鑫 用赵爷爷的话讲 就是未被驯化的皮吼 她自己闯祸就算了 还老挨拉着我一起 从小到大 我们俩没少挨乏 倒也培养出来了深厚的革命勇意 我喜欢柳如烟 是公开的秘密 公开到什么程度呢 两家家长都经常拿我俩打去 在顾念遇到之前 柳如烟都是默许的 不管是我黏着她 还是别人开玩笑式的说 她是我的小媳妇 赵白鑫经常捧着我的头左腰右皇 来让小爷听听你脑子里 到底浸了多少水 竟然能看上柳如烟那种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白莲花 脑子浸水就算了 年纪轻轻的还眼神不好 她说的咬牙切齿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拍掉她的手 嫌弃她一点没有女孩子的样子 赵白鑫 你能不能和如烟学一下 哪有女生会自称小女的 其实赵白鑫的外形 要比柳如烟漂亮 172的身高 因为常年健身 肌肉线条优美 长相更是没得挑 找她签约保证 她能一炮而红的影视公司 但是我知道就有三个 不过她对敬演一圈没啥兴趣 一心只想继承她爹的一波 当个万恶的资本家 而柳如烟 虽然外貌不及 但胜在气质 试问哪个怀春少年 能抵挡住白衣黑发的家人 那含羞带怯的温柔一笑呢 我一直以为 柳如烟也是喜欢我的 直到顾念的出现 第一次见顾念 是在我18周岁成人礼上 饶食我们家老爷子清廉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家里还是聚集了不少商政大物 我换好西服从楼上下来时 刚好看到柳如烟 牵着一个极为英俊的男人进门 在窃窃思雨生 和柳家父母英臣的注视下 她泰然自若地牵着她走到我面前 把礼物递给我 牧泽 生日快乐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 顾念 然后侧过头 用我从未见过的深情眼神 看向旁边的男生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兽心 我弟弟陈牧泽 那一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呆呆地拿着礼物站在原地 还好赵白星及时将我带走 他将我带到屋顶的天台 我蜷缩在角落嚎啕大哭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两情相悦 突然间就变成了 我一个人的异象情愿 为什么之前从不反驳 我小媳妇这个词 今天就成了姐弟 赵白星可能被我哭反了 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我 陈牧泽 你他妈是不是个爷们 哭有用吗 给我把眼泪憋回去 真喜欢就去堂堂正正地把人抢回来 末了 他加重力度又踢了我一脚 骂骂咧咧道 没用的玩意 难怪连柳四姨都看不上你 我不是那种会死缠烂打的 柳如烟把男朋友带到我的成人里 目的用脚趾都能猜出来 我断了和他所有的暧昧 退到他所说的弟弟的位置上 远远地看着他为了顾念疯狂 他应该是真的动了心 原来 那个矜持端方的少女 也可以和平常身陷爱河的小姑娘一般冲动 也会为了心爱的男生患得坏事 柳如烟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位居高位的军员 他们也一心想让柳如烟走势度 而顾念的爸爸 酗酒好赌还有前科 这样的家庭 注定两人是不会有结果的 柳妈妈还特意找到我 牧泽 我们家不会艰难那种人的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只有你才最适合如烟 如烟那孩子就是一时糊涂 回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是不是一时糊涂 我们都心知肚明 我就算在喜欢 也做不出插族人感情的事 我拒绝了柳妈妈 可她还是发了狠的想 拆散那一对恩爱鸳鸯 为了逼他们分手 她甚至以死向逼 不胜其烦的柳如烟 把所有的怒火全都算在了我身上 在柳妈妈又一次因为 隔腕被送进手术室后 她红着眼用力甩了我一巴掌 我如你的意 和顾念分了和你在一起行了吧 让我妈别再折腾了 我捂着脸 木然地看她哭泣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她崩溃 像是被困住的猛兽 挣扎了千百遍后 虽然很不甘 但也不得不妥协 可是 明明我也是无辜的呀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降到了冰点 因为学校离家并不是很远 所以大学期间 我一直都是回家住的 为了避开她 我收拾收拾东西搬进了宿舍 柳妈妈显然也没料到柳如烟会牵怒我 怕影响两家交情 消停了很长时间 冷静下来的柳如烟 来找过我很多次 试图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都以忙为理由拒绝了 就这样僵持了四个多月 以一场车祸破冰 柳如烟开车时可能走了神 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 柳妈妈和顾念都红肿着眼 在手术室外的肠椅上坐着 手术室上方亮着的红灯分外的刺眼 四个多小时的手术 又在ICU观察了一个星期 柳如烟的命是捡回来了 但是腿和胳膊均受伤严重 可能会导致残疾 即便是这样 柳家还是不肯接纳顾念 顾念陪了柳如烟一个多月 和她提出了分手 她很聪明 本来就是看上柳如烟的架势 现在眼看攀附无望 不如另谋出路 而且柳如烟还很大一部分可能 会成为一个残废 可能因为顾念走了 也可能因为毫无知觉的腿 柳如烟的脾气也越来越暴露 柳妈妈天天以泪洗面 没课的时候我就去医院陪她 赵白欣痛心疾首地骂我不值钱 确实是挺不值钱的 但是谁让我还是喜欢她呢 从年少懵懂变萌芽的爱恋 哪有那么容易就轻易割舍 我陪着柳如烟度过两年的寒暑耕底 一次次手术 一次次复健 过程很漫长 好在结果是好的 柳如烟康复后 接受了我的表白 她捧着我送给她的一大束玫瑰花 眼泪恋恋 她说 牧泽 以后我们好好在一起吧 我信了 我信她是真的喜欢上了我 真的想和我好好在一起的 如果不是顾念再次出现的话 我吩咐将新娘的名字改成赵白欣 在张翔和林强惊诧对追问下 扔下一句 柳如烟和前任在三亚国七夕 回不来了 便开车去了赵白欣公司 她正在翻阅文件 见到我 杨梅问道 你怎么来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户口本 带你去领证 既然已经答应合作 赵白欣也不莫及 回赵宅取了户口本 我们直奔明镇局 到了明镇局门口 她拉住我 最后问了一句 你确定吗 不会后悔 我拍了拍她的头 毕如我们俩混不拎的四处 惹是那些年 进去吧 既然决定了 就没什么好后悔的 直到手里被塞进一个红灯本 我才有一种不真实的恍惚感 我和柳如烟本来商量着七夕当天领证的 结果因为她出差 我不对 因为她陪前任去三亚国七夕 所以延期到了婚礼之后 结果短短一天不到 正到手了 却换了个媳妇 拿到正 我又带着赵白欣去珠宝店 选了一对情侣钻截 时间太赶 来不及定做了 你先凑合着带着 过段时间再给你换个大的 她举起手看了看 满意道 不用 这个就很好 本来就是合作 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 长发随意扎在脑后 露出细长的脖梗 阳光穿过珠宝店弱大的玻璃窗 她站在光源下 白得好像一个精美的陶瓷娃娃 虽然性格像个爷们 但这颜值是真抗打呀 我挪动了一下步伐 挡住了别的男人 频频望向她的目光 要说起来 我们家和赵家关系 可能要更亲近一些 两家老爷子 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 有着过命的交情 我爸和赵白欣他爸 又在年轻时 商量着共同下海创业 比起柳如烟 他们本就更重义赵白欣 我妈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 柳如烟不向他表现出来 那般纯粮 我拿捏不住他 现如今他又做出这种糊涂事 我们家虽然觉得 我形势有些草率 到底也没说什么责备的话 柳如烟已经通知过 他那边的亲属婚礼延迟 所以现场并没有见到他的父母 等二老得到消息感到失 我和赵白欣已经交换完了戒指 可能是忌惮我爷爷和赵爷爷 也可能是爱与掩面 他们并没有闹 面色阴沉地入了席 我的手机从婚礼开始 就一直交由张相保管 柳如烟打过来的电话 全都让他挂断了 禁酒时 柳妈妈找到机会 把我单独拉到了洗手间 牧泽 如烟在外面出差 赶不回来确实是他不对 但是今天这是你闹得也太过 我知道你生如烟的气 但是婚姻不是儿戏 哪能因为生气 就让小新陪你闹腾 这让亲朋好友的这么想 趁着客人都在 你抓紧出去解释一下 等如烟回来我帮你教训他 让他跟你认错 阿姨 我礼貌地打断了他 柳如烟不是出差 他陪顾念去三亚过七夕被隔离了 柳妈妈被我一句话定在了原地 保养得意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我对他笑了笑 转身回了婚宴大厅 路过男洗手间时 刚巧听到张翔 拿着我的手机在打电话 你才是阿泽的老婆呀 那你倒是出现在婚礼现场啊 你现在过来 我就承认你是他老婆 语气微微上扬 怎么听怎么见 一切都结束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我拿回手机翻看了一下 柳如烟不知道 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 从头拉到底 全是他的慰藉 中间只有一通 是被接起来的 通话时间46秒 应该就是我在卫生间外听到的 我刚想看一下 他给我发的信息 电话又打了个过来 我毫不犹豫地挂断拉黑 几分钟后 一旁赵白欣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我看了下 果然也是柳如烟打的 伸手拿过来也给按了挂断 正巧赵白欣洗完澡出来 他用毛巾擦着还在滴水的头发 小脸被雾气蒸腾得又白又嫩 怎么 结婚第一天就开始插档了 他翻了个白眼 调侃道 我吞咽了口口水 以前怎么会觉得他没有女人味呢 瞎 瞎说什么呢 刚才柳如烟的电话 我就给挂了 我把视线瞟向一旁 不知道为什么 脸有些烫 没过一会 我被一只脚从床上踹了下去 拿着你的东西 滚到次卧去睡 这间卧室是我的了 得 刚才肯定是我暂时姓失明了 才会觉得他有女人味 脸是新婚燕儿 洞房花竹 我只想和楚线是你好室友 互不打扰 我随便抱了床被子到了次卧 正是和赵白欣开始同居 呸呸呸 是合租生活 洗完澡出来 才想起来 次卧没有吹风机 我只得包好头发去他房间间 在奶白色的门板上敲了好几下 门过了很久才从里面打开了 他应该是睡着了 柔卓眼抱怨 大晚上的你又发什么疯 他穿了件白色浴袍 只在腰部用绳子松松散散地系着 随着他对动作 白嫩的皮肤若已若现 我退下去的红潮又轰的一下在脸上炸开 清了清嗓子 我哑声道 要不你先去把衣服穿好 他皱着眉 疑惑地低头看了一眼 随即尖叫一声 转身迅速躲进了房间 男人婆也会有如此娇羞的一面 竟然还有点 可爱 结果吹风机没借到 肚子又开始饿了 因为中午一直在敬酒 晚上又应付闹洞房 一天下来吃的东西并不多 半个小时后 我再次敲响了主卧的门 出来吃饭了 赵白欣的声音嗡声嗡气的 不吃了 应该还在不好意思 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我 不过当了这么多年的兄弟 我太知道如何拿捏他了 我开始一道道地包菜鸣 我点了糖醋排骨 炸虾仁 可乐鸡翅 麻婆豆腐 辣炒藕片 酸辣土豆丝 油焖茄子 下一秒 房门打开了 我就知道 在美食的诱惑下什么尴尬 骨气 节操啥的全都得被他抛出脑后 这家店做的味道很好 他连吃了两大碗米饭 吃完饭后 我起身收拾桌子 他擦了擦嘴 站起来道 你放着我来收拾吧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要知道 前二十多年都是他在压榨我的 我也没跟他客气 把剩下的饭菜端到厨房 笑着跟他说 那你刷下碗吧 他揉了揉吃撑的小肚子 说了生好 起身也去了厨房 从挂钩上拿下围裙 往我身上一套 他笑嘻嘻 我突然觉得 这围裙还是你穿起来好看 要不还是你来吧 我就知道 他边碎碎面 边帮我系袋子 系好后 拍了下我的肩膀 腰不错 我这是被调戏了 第二天 我收拾完走出房门时 赵白鑫正端着两碗粥往餐桌上方 看到我后笑着招呼我 来吃饭 他带着昨天记在我身上的围裙 刘海随意地散在额间 看上去纯真稚嫩了很多 迎着朝阳 他整个人都沐浴在晨光中 过分地好看 虽说他这张脸 我早就已经看习惯了 还是被他明晃晃的笑颜 闪了一下身 带回过神时 正被他扶着肩膀 往餐桌前的椅子上 他的声音带着些许笑语 发什么傻呆呢 快点吃早饭 等下陪我去买东西 他刚搬进来 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置办 我嫩嫩问道 你什么时候会煮粥了 文言 他又翻了个大白眼 要不死你 可爱不过三秒 公寓旁边就有一家大型超市 推着购物车一起逛超市 讨论着买什么 倒有那么几分寻常情侣的感觉 可惜我们是兄弟 是夫妻 却并不是情侣 我看着正在挑选毛巾的赵白新 轻轻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将他拉进来是对是错 要是有一天 他遇到自己新一地男人 我们又该如何收场 想到这儿 心里有些堵得慌 赵白新一直致力于 当个万恶的资本家 也一直为此努力着 在此之前 我从没想过 他有一天会对异性动心 甩了甩头 我将脑海里乱七八糟的想法抹出 算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想多了也没用 日子风平浪静地过着 因为疫情 我们取消了蜜月旅行 每天白天各自上班 晚上我在书房工作 他抱着笔记本坐在我旁边办公 偶尔嘴欠半两句嘴 一切好像和之前一样 又不太一样 柳如烟反经是在十几天后 回来继续隔离观察 一同回来的 还有顾念 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难免还会有些难受 但也仅仅只是难受 并不会像之前那般疼痛 他被我拉黑后 甚至用顾念的手机给我打过电话 跟我说他可以解释 让我再等等他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解释的必要 现在这样就挺好 可能我的语气太过平静 让他误以为我气消了 倒也没错 气消了 心也死了 见到柳如烟 是在又一个十几天之后 我那天出门应该是没看皇帝 过红绿灯时 前面的车突然紧急刹车 我立即紧跟着踩刹车 可还是撞上了 柳如烟就是在我等保险来处理时出现的 一个月未见 他受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 之前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 他走上前问道 追尾了 我抿了下唇 冷淡地嗡了一声 走保险 我又面无表情地嗡了一声 他的眼眶开始慢慢变红 牧泽 你能不能别对我这样 我和顾念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我知道是我的错 我也没想到三亚回封城 婚礼我们择日重新举办 别生我气了好吗 他伸出手想拽我衣服 被我后退两步躲开 我举高右手到他面前 无名纸上的钻戒明晃晃的 不好意思柳小姐 我已经结婚了 柳如烟那张清秀的脸又难看了几分 牧泽 能不能别闹了 如果你是为了气我联合赵白星眼这么长戏的话 那么你成功了 就此打住好吗 我指示着他 很认真说道 不好意思 没跟你闹 我真结婚了 领证了的那种 他瘦弱的身子微微晃了晃 不可置信的嘶吼 我们还没分手 对啊 没分手 但是当你扔下我陪顾念去过七夕的时候 我就当你死了 他语气慌乱 我真的只是去上海出差 我没想到会遇到他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这就是你苦思了一个月想出来的借口 你自己信了吗 柳如烟烟住 过了一会儿 低下头跟我道歉 对不起木泽 再给我次机会 还不带说话 一只戏长白皙到我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 身后传来赵白欣的声音 这不是柳大情圣吗 我扭过头看他 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刚好在附近处理点事 听人说这边有事故 本来想看个热闹 没想到是你 他话音刚落 搭在我胳膊上的手 就被愤怒的柳如烟拽了开 他攥紧拳头 浑身气地打颤 立声道 赵白欣 你要不要脸 翘人抢脚 趁人之威 赵白欣脸色也沉了下去 我不要脸 我翘人抢脚 我趁人之威 我爬树给陈木泽摘风筝 结果从树上掉下来摔伤 是谁抢了我的功 我跳河将溺水的陈木泽 就上岸后高烧不退 又是谁充当了恩人 柳如烟 不要脸的人是谁 还需要我继续一条条往下说吗 柳如烟白着脸后退了几步 不是 木泽 你别听他瞎说 他试图解释 却在赵白欣的怒视下 说得磕磕绊绊 而我也渐渐白了脸 六岁那年 赵白欣从树上摔下来受了伤 还是帮我取风筝的柳如烟 帮他喊了大人爱 十岁 他和我一起溺水 被搭我们两岁的柳如烟双双就起 两次 我去看他 接被他冷着脸赶了出来 我没想到 真相会是这样 我哑着嗓子问他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他又冲我翻了个白眼 因为我看你像个傻逼 言门点 把眼泪给我憋回去 我囊着鼻子抹了八脸 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难怪 难怪他会那么讨厌柳如烟 原本以为 被拆穿后的柳如烟会不好意思在打扰我们 然而 我低估了他的后脸皮程度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我们婚房的地址 大晚上的跑来砸门 这次他甚至把顾念也一起带了过来 他用手把这门不让我关上 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牧泽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不信你问他 顾念站在他的身后 表情隐晦 陈先生 我和如烟只是朋友 我在上海被封控了近三个月 如烟只是担心我 他只是陪我出去散了下心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听乐了 要是我没记错 你们已经分手五年了吧 这有意维持的还挺长久 只是陪你出去散了下心 说的倒是云淡风轻的 偏选在我们婚前的气息 柳如烟急忙接过话 我是去和他了断的 我本来想着我们结婚之后就不再和他联系了 没想到三亚会爆发疫情 意思就是 你们之前是有联系的吗 柳如烟的头越垂越低 过了几分钟 他才干巴巴地说道 没 就半年前才联系上了 半年前 那不就是赵白星悄悄跟我说 在上海遇到姑娘那一次吗 那天 赵白星是把我拽到外面单独跟我说的 可我却在墙角看到了柳如烟的群摆 那时候 他应该是吃醋我和赵白星单独相处才跟出来的 我背过身 淡淡道 柳如烟 看在两家这么多年交情的分上 这是就这么过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相识二十余年 这是我留给这段充满欺骗跟谎言的感情最后的体面 从此以后 我们连朋友都不舍 我这两天经常在想 我该怎样去回报赵白星 去弥补他 就算我完全不知情 他也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受了委屈 我特意休息了一几天拉着赵白星到处去玩 我们去了故宫 爬了长城 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 白天在冒胡同穿梭 感受历史遗留下的文化抵御 晚上去后海的酒吧 听绑着一头小脏便的歌手哼唱爱情 赵白星摇着高脚背问我什么是爱情 他不惜酒味 就算是必须喝酒的场合也从来都是微醺 可能是气氛烘托 也可能是酒吧的酒太炼 问这个问题时他确实有些醉了 爱情 什么是爱情 我看着他因为醉酒脱红的脸颊 艳丽威夷 该用什么去诠释爱情呢 我也找不到答案 也许答案就在问题的下一页 爱情 可能就是看到他一脸花痴的想去摸别人的腹肌时 会极度到发疯吧 小脏便抱着吉他下去后 正中央的舞台换上了一个跳脱衣舞的小鲜肉 长得纯红齿白的 我看着赵白星将手里不知道第几杯鸡尾酒一饮而尽 起身想往人群中间 我忙拉住他 你这是要去哪 他也学他把眼移民 扭动着胳膊想摆脱我的前置 我要去摸摸他 摸他 准备摸他哪里 腹肌 摸他腹肌 嘿嘿 得 他笑得像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拍摄的马赛克片中的电车试海 这副样子的赵白星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 又娇又媚 像只偷心的小狐狸 可是 他这模样却是为了别的男人 不知怎的 我怒火直冲天灵盖 从小到大 赵白星身边只有我一个异性 我没想到 有一天他真的对别人感兴趣了 会让我如此愤怒 我用力将人一戴 圈入怀中 右手绕后 轻轻掐住他的后颈 左手拉着他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 我磨了磨牙 我也有腹肌 比他的还结实 你要不要试试 他黑黑一笑 食指戳了戳 还挺硬 最后我脸哄带片 好不容易将他带回了家 回家后的赵白星也不安分 他又哭又闹的 嘟嘟囔囔的给我讲了一个女生 求而不得又不敢贸然表白的暗恋的故事 他拽着我的衣袖 边醒鼻涕边哭 陈穆泽 你知道吗 我生怕有一天被你发现我是喜欢你的 我们会连兄弟都没得到 陈穆泽 你就是个混蛋 我将他揽进怀里 也湿了眼角 是啊 陈穆泽就是个混蛋 他不止混蛋 他还眼下心忙 后来 他可能是哭了呀 渐渐地消了声音 睡着了 手里还紧紧攥着被他擦过鼻涕的那只袖子 第二天睡醒 赵白星失踪了 确切地说 他逃了 我想他可能想起了醉酒后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他给我发了条信息 我需要冷静冷静 这两天先别来找我 我回他 白星 谈个恋爱吧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爱情吗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过了许久 他才回复 从我喜欢你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没有想过得到你的回应 我们都好好想一想 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们分居的消息 开始频繁地到公司来找我 全让前台挡了回去 公司见不到我 他便去家里蹲我 我皱着眉 只觉得不耐 柳如烟 可是 你不喜欢他不是吗 牧泽 从小到大你喜欢的人都是我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会喜欢一个满嘴谎言 将他人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的骗子 接下来的几天 柳如烟没有继续纠缠我 他蒸发式地从我的世界消失了 我以为他终于放弃了 结果却接到了柳妈妈的电话 他带着哭腔问我 牧泽呀 你能来一下医院吗 如烟出车祸了 刚清醒过来 吵着要见你 就当阿姨求求你 你过来看看他好吗 一个从小对自己疼爱有加的长辈 抽掖着的请求 我实在说不出来拒绝的话 而且 这也是和柳如烟彻底了断的好机会 阿姨 您先别哭 我现在就过去 柳如烟身上缠满了绷带 好在这次伤得没有几年前严重 看到我 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可能动作太大牵扯到了伤口 他倒抽了口凉气 收起了面部表情 你来了呀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 我将在医院楼下买的果栏 放到他窗前的桌子上 你想多了 我只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来看看 怎么回事 这次又撞哪里了 他的眼神开始躲闪 说出来的话也没太大的底气 走神 不小心撞到了路边时 很明显 他在说谎 因为上次出车祸差点把命搭上 在开车时他要比常人小心很多 所以走神这一说辞 并不可信 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有一种可能 顾忌重施 我叹了口气 看着他认真道 你这是在拿生命开玩笑你知道吗 他声音颤抖 眼泪要掉不掉地看着我 牧泽 我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几年前 你出意外我可以照顾你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朋友 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你没有背叛我 没有欺骗我 哪怕对我恶语相想 那也是建立在你爱的是别人的前提下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你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甚至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我们回不去了就是回不去了 考虑考虑你的父母 以后这样的傻事别做了 说完我长舒了一口气 声音缓了几分 我以后不会再来看你了 好自为之吧 回家路上 突然很想很想照拜信 我给他发了个信息 在干嘛 他没有回我 看来还是没有冷静出结果 晚上 我招呼了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故意用酒竖了几遍口 又在胳膊上浇了点酒 让自己闻起来酒气熏天的 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我将手机扔给张翔 打给你嫂子 说我喝醉了 让他来接我 张翔结结巴巴的 赵 赵白心 我瞪他一眼 废话 除了他还能有谁 动作麻溜的 赵白心推开包厢的门 我正坐在角落里 安安静静的 虽然知道装罪的行为 很令人不齿 但我实在想不出 什么别的办法了 他过来拉我 我假装没有认出他 躲了过去 然后眯着眼看他 直到缺点了他是谁后 笑着主动扑上去 抱住了他的腰 老婆你怎么才来 我等了你好久 周围几个哥们 看得出来 他们很佩服我的演戏天分 昏暗的灯光下 赵白心脸颊上 飘着两抹红韵 煞是好看 他拍拍我的头 尴尬的跟几人道别 那人我就先带走了 他让我放开 我立马就放开 改去牵他的手 我问他 老婆 我们去哪 他打 回家 我们的家吗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灯光坠入 像有小星星在跳跃 嗯 我们的家 他搬回了我们的婚房 我们正式开始了 夫妻模式的生活 我会在下班的路上 帮我带一束花 或者带一个包装 精美的小蛋糕 他也会学着 做我喜欢吃的菜 我以前他厨艺差为由 不准他在下厨房 毕竟我娶她 可不是让他来伺候我的 之前在赵家 她是食指不沾 羊春水的大小姐 现在结了婚 依旧也得是 被捧在手心的小公主 原来婚后 不需要轰轰烈烈 只要细水长流的 平淡温馨就好 柳妈妈又给我 打过几次电话 让我再去看下柳如烟 我都拒绝了 不能再给她留 任何我们 还有可能的幻想 这对我们任何人都好 几个月后 赵白星查出来怀孕 我激动地抱着她 又哭又笑 她笑话我 至于吗 我昂着头 神情骄傲 当然至于 这可是你给我生的 临近春节 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因为显示是 北京本地号码 我便接了起来 竟然是好久不见的柳如烟 听说赵白星怀孕了 我漫不经心地嗡了一声 问她 你有事吗 没事我挂了 别挂 牧泽你先别挂 不等她话说完 我把电话挂断顺手 把这个号码也拖进了黑名单 拉黑后 我刚把手机按了锁平 扔到一旁 赵白星抱着肚子走了进来 陈牧泽 你儿子想吃火锅 别瞎说 明明是闺女 我摸摸她隆起的肚子 小心翼翼地推着她往外走 老婆快去换衣服 我们出发去吃火锅 一辈子很长 很庆幸余生有你 全文已完结